這個真心男子跟太太吵架 吵架完了 結果把自己三個小孩 關在房間裡面之後 再把他帶到客廳裡面 把大門鎖起來 那麼警方後報之後 趕到現場 敲了老半天 敲不破 最後採取這種盾牌式的方式 撞破他的落地窗 進到裡頭 才把三個小孩給救出來 對 拍出手 你有沒有說左翼 員警拿著防暴必頓 朝屋內喊話 裡頭有位男子持刀把門反鎖 屋內還有三名小孩 卻不願意開門 我可以進去嗎 我要打破了 真的屋主同意 員警敲破玻璃門 再用防暴必頓破壞 把握救援時間 想找借口拖延警方時間 但都是白費工 真心男子跟太太發生口角 太太找來堂弟想勸架 卻反而激怒他 真心男子甚至拿出菜刀 把家裡三個小孩 全關在房子裡面 曾太太擔心小孩子 要是有個什麼萬一 所以趕緊報警 因為他要打我 我只能自衛 真心男子聲稱 拿刀並不是要威脅 只是想自保 但這樣的行為 已經把孩子全嚇壞 而現在他也被以恐嚇罪 含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同時也通報家暴中心 來接入協調 並且提供必要協助 華視新聞 吳全員李奇廷 蒲昕宇 桃園報導